结婚以前 她的玩心特别重 我就以为结了婚以后 有了孩子 她就会自然而然地 就有了责任心了 结果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从一个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老男孩 还是家务事 什么都不管 什么也不担当 我是因为特别信任她 这些年 我们家的这个大事小情 她都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说 我觉得不需要我操心 她就做她自己喜欢的事 我想做什么 她从来都没陪过我 我觉得她从来 不把我放在心上 人总得有点兴趣爱好 我觉得下下棋 出去逛逛 心情特别好 可是她 总是不能理解我 我俩经常吵架 每次都是小事大吵 时间久了 就觉得特别累 我真是觉得 过不下去了 一对老夫老妻 妻子说 过不下去了 这话是真的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 女先生52岁 石家庄 女嘉宾 魏女士52岁 石家庄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26年 当初为什么嫁给她呀 当初是朋友介绍 我们俩认识的 当时我择偶有明确的条件 都有条件的 您说说条件 那时候我想找一个 个子高的人 个子高 完了 因为我们家吧 没有大个子 全是小矮个 我想 要改编一下下一代的基因 对 首先她这一点 符合要求 完了 再一个 我想找一个聪明点的 她确实挺聪明的 各方面多猜多艺的 什么球类了 什么玩牌什么 都比平常人玩得好 尤其是下棋 下什么棋 下棋 中国下棋 中国下棋 在我们那儿也是小有名气 经常参加比赛 经常拿名次 这样 厉害了 尤其是她还能下盲棋 同时能下好几排盲棋 我觉得她特神奇 比较崇拜她 对 您把她当计算机看 是 是 是 她确实也聪明 跟她沟通特别省事 我跟她说话 我说上半句 她就不用说下半句 她知道我下半句说什么 这点也挺神奇的 挺神奇的 默契 这一点挺满意 完了 学历各方面 家庭都挺般配的 后来我们就谈恋爱 两年多吧 就结婚了 按理说 你说都想得这么周全了 都这么整理了 怎么还26年之后 会这样呢 怎么了 没想到 她这个爱玩吧 后来结婚以后 确实是太不实用了 不实用啊 对 结婚以后吧 回来孕以后 她就管顾宝 什么也不管 我的独立性也挺强的 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麻烦她 就是后来 就是每个月要上保健站 不是减下身体吗 有时候人家要求 夫妻两个必须同时去 两个一起学习 她就不去 我说你一块去吧 她拿那么多事啊 你自己去就行了 我也不是没有陪她去 就是说去医院的时候 陪她去 去医院那次你就别提了 那次更让我一辈子 我是太伤心了 我怀孕十个月 她就陪我去了一次医院 在我42天的时候 一次大检查 早晨不能吃饭 那天她陪我去了 去了以后抽了三次血 我就是前轩地转 本来就身体虚弱 怀孕一个月 我就受了十多斤 我那时候反应特别厉害 我就说扶着那个墙 坐到了那个走廊的椅子上 还没坐稳呢 她就过来说 你先回去吧 我去玩会儿去啊 完了 我就蒙一下子脑袋 我都还没回话呢 人没了 没影了已经